你覺得朱立倫面對的壓力算什麼呢 他要對抗情治系統 蔡英文難道不用對抗情治系統嗎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到今天為止的表現 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能力真的不夠 男人實在有夠差比女人差 對 真的差很多 這位 所以我才剛剛用攝像來形容 七大條件武力犯這個犯台 好像真的時時便便就有可能 七個共軍可能犯台時機 我覺得還差一個 第八個或有其他意外事件 預期的事件不算 以上就是通通包含在裡面 假設這其他七個沒有規定到 我趕快用一個第八個把他喊到 我覺得這個國防部 不應該公布這樣的一個報告 那縱使你軍中內部有做相關的評估 也不應該公告出來 所以你公布的理由何在呢 你在嚇吓台灣民眾嗎 你要大家維繫意識也不是用這種做法 所以有人在懷疑說 到底國防部內部有沒有共諜在裡頭 所以他們現在的公布事件 如果現在假設在會期當中 一定在國防委員會一定會被盯爆的 如果說你真的有這樣的研究 理論上應該要做幾機密 或是機密的一個處理 然後讓國防委員會的委員知道 這樣一個狀況 這樣就夠了 那你講給我們所有的全國民眾了解 他這個在座文宣 文宣的意義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現在 上帝有瘋狂 國防部有瘋狂 那剛剛康夥姐講到這個中常委十二個 其實中常委無關紅子 三十二期中常委佔十二個 再說那裡面不是全部都挺王的 我不好意思講 因為我中常委幹了六七年 我怎麼不知道 我們是每年選一次 我是歷經歷後七年選 每年的暑假都要選中常委 是不是所以你們中常委投機派多吧 對啦 反正就是拿個中常委 講那麼小聲也是 很多人啦 那這一次連戰主席到中國大陸去 說實在話 是藍綠難得的共識認為不宜 連郝博春 死英派 對不對 大家也知道 他連他都認為 你如果說退降要到那邊去 那你就不要領退休風 講得很硬喔 連好農賓都出來說 我爸爸也不贊成 連你也過去 甚至馬英九總統不宜參加 然後朱立倫也表示不宜的理由 那大家都說不宜 那你今天身為一個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你總是要做個動作吧 連戰榮譽主席是我的長輩 我不能叫到你怎麼處分 但是你好歹是不是象徵性要做一個動作出來 不然你對我們這些被看處黨籍要做何解釋 所以我要在講說他是色香 很香 權貴 聰明 但是不能吃啊 就這樣子啊 所以包括還有另外一個 王曉波克剛的操盤者 連他都說連戰附中有所圖 唯一的一個啊 就我們朱祖傑 他講說相信他心中有一把尺 他說是好事 所以說你看他講一宗同表 想一想差不多 我告訴你啦朱立倫不敢出來講很簡單一個理由啦 他講什麼 他講同屬一宗啦 兩岸同屬一宗啦 比朱祖傑講得更肉骨嘛 因為他最近沒有在講 大家都忘了啦 放心好了 我以後每隔一兩個月都會提醒大家 所以有人在講說 那這個時間點 那幫總統道路講話 那會不會造成選情的敗壞 我覺得講這些都無關同質的啦 因為其實他只是在宣打他的理念 跟路線之爭 所以希望沒有關係上天給他勇氣啦 但是照這個態勢看起來 國民黨在這一場總統大選當中 顯然啊 心裡已決 就讓給蔡英文主席 然後全力來搶攻第二 就不能讓我們的宋主席攻到第二名 好 前副總統連戰 他為什麼一定要拒九三閱兵呢 還是他真正在乎的是聯席會呢 他圖的是什麼 他想要引返的是什麼 我們先來聽聽這段 爺爺 不管台灣反對身上載攤 連爺爺還是回去了 虽然总统都说不宜参加 连战连爷爷 昨天还是飞到北京 周六就是要参加中国纪念抗战 七十周年阅兵典礼 不过连爷爷昨天直接从机场贵宾市登机 避开了抗议他卖台投贡的群众 倒霉的是随行的张荣公 不但被台联盖抗议白铺条 还被丢拖鞋拨起一旁的旅客 你们东西丢到我自己干嘛 你们台人的丢东西丢我自己干嘛 我旅客丢我干嘛 那个时候不思议去 是大概是难力超越难力的共识 动新闻 连爷爷是两岸来去自如的 报道 好连战疫情在昨天已经到达了北京了 那么大陆国台办的副主任张元峰 前往街机 而张志军呢 先行一步到了饭店去等连战 张荣公就展述晚宴的场合啊 这个张志军的书法是 张志军说连战十年前的联合会 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 面临巨大的压力 而现在持续推动两岸交流 更需要毅力跟勇气 在晚宴的时候 张志军还特别提到了八年抗战 他说呢 是由中国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 及共产党主导敌后战场 才会形成一个共同的抗日的态势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共的官媒 在这个捧连战之余 也没有忘了痛批郝伯村 说他比连战还要雀诺 《环球时报》的视频 与连战比郝伯村更像雀诺者 这样的一个题目 他说郝伯村上个周末发表 至中国领导层的公开信 再次搬弄国共对抗战的贡献 数大数小的是非 对蒋家王朝被逐出中国 心中是不是一直有疙瘩 说这个郝伯村到现在年遇九旬了 不知是不是能够释怀 同时还表示呢 是不是郝伯村是为了讨好绿营的选民 帮儿子郝龙斌再拉票呢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连战的幕僚 这么讲 但是也引起了一些议论 因为张荣公他说 大家要注意阅兵当天 抗日的中共八路军 新四军将会授阅 而军旗上面会写着 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 以及中国国民革命军新四军 所谓的国民革命军 就是中华民国国军 但在这个时候就被大家讲了说 八路军竟然是国军 呃 佩芬姐这个连战 他在不管是蓝绿 现在应该说是 虽千万人无往矣了 他为什么执意在这个时候 还要这么做 那中国呢 似乎也给他一个台阶下 那会有什么发展 其实大家讲连战的时候 我想四间兄应该也 蛮认识连战的 我想看连战这个人 就是说他 虽千万人挡他都没有用 我刚刚还在笑 他连蒋经国挡他 他都挡不住 怎么说 我举个例子 在1975年他才39岁 那时候青年才俊 就派他到沙瓦多当大使 那他就去当大使 那时候台湾经济不好 所以所有的使馆都三五个馆员 所以每到双十节的时候 连芳瑜还自己包饺子 请外宾吃 那他后来十一拳回来开会 他就说老小子不要回去了 然后就上了一个辞呈给蒋经国说 我的父亲生病 所以我要留在台湾陪他 那结果蒋经国就在辞呈上批说 遗孝作忠 他说管你什么遗孝作忠 老小子不要回去就不回去 他就没回去 那过了一阵子 蒋经国就发表他当亲府会主委 所以他从来就是这样的个性 心中没有党也没有国 坦白讲只有他自己 因为他最大 不是公子哥吗 公子哥的个性 所以你说今天他觉得他八十岁了 在台湾第一个 他儿子去年竞选 满久并没有帮他 今年年初朱立能 又把他荣誉党主席拿掉 所以我听你们干嘛 八十岁了就光赶一个 他心里想他要照顾在大陆的庞大的经济利益企业 所以他一定会去 而且我相信老共 中共一定也给他相当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一篇 2013年3月他去的 他去访问也是帅团去 可是中共对他就满打压的 就把他降格 那因为2013的时候 那个中共就压宝压朱立能 那他们认为朱立能是未来明日之星 结果朱立能去年5月去了以后也宣布不选 那现在当然就是连战 那连战的话中共只要施压说 你非得来替我背书 如果你不背书 那你那边的企业关系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选择余地 而且到了80岁 然后他的儿子在台湾的政坛 我相信未来前途也不是怎么样 所以他觉得那个关系跟那个管道 可能是他要的 进退为股 某种程度来讲 所以台湾大家不爽 他不在乎 欧老师 因为是经过精密计算 那样一定对他们家族是比较有利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 刚才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 就是说到底现在到底是谁要出来 几乎是如果还会再有推出的话 第一个时间点是10月中旬 这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说 这不是我自己放的话 王丽吗 我为什么这样说 是王系的很重要的好友 中南部的很重要的好友 那在这几天我有碰到电话 那他们说他们一切的观察点 要到10月中旬 在做全面的考虑 那这个全面的考虑就是说 整个盘是怎么样的变化 他会做全面的这个 到底要有什么样的力量 去做力挺的动作 那这个考虑一定表示说 他们经过了各种派系 或者是现在中长委出来之后 的总统计算和运算 那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不是已经有几个元素都出来了吗 比如说这个吴敦义 但是在一个这个周末就已经20次 而且不是站台式的这样的行程 那表示他的行程还为什么会这么多 而且他自己在那边扣扣子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说他不想要帮他背书 扣扣子 他如果是说 洪秀柱这个即便选也选不上 他还是会帮他举手的 这个面子他会做的 表示他自己有所考虑 那刚才大家一直说金普通回来这件事情 金普通回来只会对吴敦义有益 而不会对朱立伦有益 这个是很清楚的 这个我们在前面好几节金普通已经做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不必考虑如果金普通的因素进来的话 一定是帮助吴敦义有利的 对 再者朱立伦如果要出来 早就有好几个机会出来 他不会选最烂的机会出来 后面还有一个是说 王金平到底会挂第12名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 因为他旁边的因素出来说 不要吃人够够 那我必须这样说 中常委这个名单到底是谁给的 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 我跟你打赌 中常委以及不分区名单 是谁给的 都不会是朱立伦说了算 如果朱立伦可以说了算 我给你讲佩文杰的那个消息 一定会比我们都还要聆通 因为高先生那边一定会知道 那他是高先生当时幕僚的三件课之一 何华敏公等人 他当时在审议会是三件课之一 他的消息会比我们都聆通 所以这件事情主导这个不分区 已经中方委的 这个关键的力量 不完全在住那边 甚至说租的力量可能只占三分之一 甚至二分之一不到 我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 这个现在刚被提名在嘉义市选举的吴宇人 有一天正好高铁坐在我隔壁 不小心买我隔壁 他直接跟我说 他没有换位置 他没有换位置 因为那天客满 他直接跟我说 他的身份请注意 那时候还没有被提名 但他当时是嘉义县的主委 现在也还是 他说连我都不知道 现在不分区这个名单到底是 谁在负责运作 换言之 他至少暗示了我 党主席那边可能也不是 唯一运作的 至少他的管道来讲 他每个周到开会的 他认为那边不是 那就意味着是有长进的在后面运作 这个部分区名单嘛 所以放出话来说十二名这个 不是在骂朱立伦 刚才大家不小心误会到朱立伦了 真的不是在骂朱立伦 我正要听他讲话 不是说我在互租啊 朱立伦不会干这种事 而且朱立伦其实在前面 做了非常多友好的动作 对于王院长 所以如果说是朱立伦去伤王院长 王院长说不要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这是在骂朱立伦 朱立伦不是这种人 老实说某种程度上 朱立伦在为人上 还算谦和后道 没错 他不会干这个事情 那王院长到底在骂谁呢 有一种可能是王院长在骂那个人 那我们知道那个 媒体里面有专有名字 有一个那个人嘛 对不对 好那王院长这样说的原因是 王院长真的气到了 可是王院长那边并没有放弃他的动作 因为王院长显然在 不管蔡那边 不管是在这个吴这边 或者是宋这边 他都有一定的力量 所以为什么到十月中呢 如果十月中真的是吴宏配 这件事万一发生 那那个牌会变化很大 也就是说原来吴敦毅和王院长的关系 就必须跑到台面上来了 那原来王院长和宋先生的关系 是不是就相对会再弱一点 所以这里要观察的是 未来这五十天里面 到底吴敦毅他的动向如何 而且国民党二楼 不管左边或右边 所有的所谓放话者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 有能力放话的人 加上佩芬姐好了 所以佩芬姐一直不放话 他有能力放话而没放话 大概有六七十个人 轮流在二楼以及各电视台放话 这六七十的里面 一直有大概三十个左右 是支持吴有可能要出来的 好 那也就是说 洪秀柱可能是要退的 而且这里面还包含说 如果吴出来以后 是不是国庆要合作这种话 也是一直努力在放 那我们必须说 只要国民党那边没有放弃这种动荡 在十月二十七以前 通通都可以做各种动作 那这个是彭丽 你一直想要问的说 到底这里面的内幕的 这个内盘是什么 再者 刚才其实周一寇已经讲了 最高三十四席 他不小心还讲出一个 其实我们按照他话计算 最低正好就是二十六或二十七席 那这种情况之下 朱立伦早就已经说 他明年一月十六以后 他就不干了 这句话已经早就说在田囚 所以朱那边 大家不必再考虑了 王要作为总统 这个也不必再考虑了 只剩下五啦 那王的因素 到底是作为什么因素 是作为另类因素 不是作为搭配因素 何谓另类因素 就是他作为后面的sponsor 他后面的这个各种地方的 庄角力量是很巨大的 再来你刚刚讲中常委这个部分 中常委有三分之一是挺完派 这是事实 因为王出来说 他都会跟在旁边 可是代表说 他能不能去帮王翻盘 如果可以找就可以了 因为并没有息事太大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说 是一月十六以后中常委 到底会在国民党未来两年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国民党会赋予他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角色我告诉你 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是刚性政党 这个主席权 还是绝对的最大 主席权秘书长权还是绝对的最大 所以中常委他们还是各自拿名片 去做他们自己的生意 佩芬姐 我被点名 被点名所以非讲不可 可以放话的人 其实我觉得那个国民党局那么乱 当然放话的人很多 然后各种人也在那边传来传去 那我终归两句话把它解决 就是说基层不放心 因为觉得如果再这样落下去 可能政权就没了 或者然后立法院席次就减了 可是高层不死心 那高层的当然就包括吴敦毅跟王金平 那吴敦毅跟王金平 其实他们各自都还在那边运作 可是民众不开心 这样搞下去 所以你知道基层不放心 民众当然就不开心 所以你说选票到哪里不知道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吴跟王他们两个各自努力 那吴的高层的关系可能比较好 那王金平的基层实力比较强 所以他们两个动员的力量 吴是2% 20% 然后王大概是80% 因为你看他下面那个基层 然后那些尤其是中南部 但是问题是这8比2也好 2比8也好有没有意义 那最近还放出一个消息说 国民党内部做民调 王金平跟蔡英文只差2% 我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就派王金平去选 搞不好政权就稳住了 但是那些我相信 也还是基于放话 那但是大家不要看吴跟王 到现在还存活的原因是 两位后面都有高人 那当然就是55667788就侏罗三年 但是王身边也有 那天传出抽粮换住的那天早上 一大早 那王金平后面的那个高人 就打电话给我 说朱立伦是不是真的还要选 我说如果朱立伦要选 早就决定要选 不会轮到今天才要选 请大家注意这个权威消息 也说不要再乱放 跟我说的一致 那他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就可以删掉不用这么废话 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就跟他那个三人说 你真的不用烦恼那个 然后那个三人就装神弄鬼的说 如果朱立伦还有心动的话 新北市还会有天灾人火 像前面的八千城报 一定是他心动的才会八千城报 然后乌来那个土石流 也就是因为他心动 他说是不是又还有心动 我说没有那回事 我说你只要安心去帮你自己稳住 你们到底要不分区 还是到底要选总统 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要干嘛 因为如果说你要不分区 要立法院长不分区第一名的话 其实我一开头就讲 他的目标应该就是那个 但是他在那边扭力两边 做到最后才会传输什么 第十二名 让他去帮大家去竞选之类 我觉得这些都是放话了 这是民主战争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去参加一个当年胜利的战争 是每个中国人应该有的态度 跟行动 本来八路军和新世军 就是当时受国民政党军事委员会 所领导的